第二次第 以下有关音声音的叙述何者正确 A 原声音与回声声速不同 不对 因为原声跟回声都在同一个介质当中 波速指跟介质的种类及状态有关 跟波源的振幅及频率无关 所以在相同的介质 所以它的速度应该是一样的 所以选项A是错的 那么选项B 声音从海水存到空气中传播速率不变是错的 因为介质不一样的 所以速度就会不一样 我们也背过一般而言 船身的速度是固态大于液态大于气态 所以海水的船身会比较快 空气的船身会比较慢 所以选项B是错的 诸选项 声纳探测海底深度的时候 是利用声音的折射原理 不对 它是碰到之后弹回来 然后来探测深度的 所以它是利用的是反射的原理 所以诸的选项是错的 答案C 声音碰到出色表面时 任遵守反射定律 这是对的 因为只要是波动 碰到的障碍物 就会弹回来 就会发生反射 而只要是反射 通通都会遵守反射定律 不管那个障碍物的表面 是光滑的 还是粗糙的 所以呢 第二四题 我们答案应该要选择的是C 声音碰到粗糙的表面 任遵守反射定律 二四题 答案选择是C 满筹就会发生反射灭了